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糖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2022年TGA颁奖典礼上 老米也是发布了一小段关于瑶瑶的预告 基本上也就等于定档在3.4了 敬请期待 那么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散兵的常见配对思路 以及UP我看到有人对上一期视频 这个中叶发崩队伍的质疑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带的 UP我本来是想带莱伊拉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还挺适合做散兵的护盾位 可以吃到被动天赋的20%暴击 持续时间12秒CD12秒 轴能对上 一技能启动不卡充能 四命还能给普攻重击增伤 虽然说只是起到一个蚊子腿的效果 但是不要白不要 还具有一定的后台挂兵能力 能和伊兰打出一个控场的效果 那为什么最后没带他呢 因为没养了 这个角色也是刚出来没多久 也是没有想到散兵能带他 那么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 玩散兵到底需不需要护盾位 UP以我个人的一点点余剑来看 还是需要的 他这个抗打断确实离谱 就跟纸糊的一样 求求人一剑都能给他干下来 然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被动天赋 食欲得花上面 这个设计说白了 就是鼓励大家去带水火冰雷角色 尽量避开炎草属性 不然就血亏一个效果 策划就差再写四个大字了 别带中理 那么筛选一下 符合条件的护盾角色就只有 托马 猫猫 莱伊拉 北斗他们四个了 经过大量测试 还就是莱伊拉和猫猫能好用一点 北斗和托马不太行 那么此时四号位带啥呢 夜天后夜蓝呀 不俗的后台输出 再加上增伤能力 15秒的持续时间也对得上轴 真的算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配对了 可以吃到20%的暴击和20点控制力 虽然说这20点没有太大的影响 上一期的实测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能多打一套平A 但是不要白不要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来想 护盾位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抗打断 那么行秋是不是也有抗打断 如果我们佩戴行秋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护盾角色了 诶 是的 此时四号位就可以补上班神 经典的班秋组合又回来了 有班神提供的高额攻击力加成 也有行秋的后台输出和抗打断 还能同时吃到被动天赋里面的两个强化效果 这样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队伍 以上是以平A为主要输出手段的一个配对思路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重击队伍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班尼特肯定得锁死 高额的攻击力提升必须得要 四号位的选择会比较灵活 可以补上一个护盾角色 小怪多的话可以补一个温迪 打boss的话也可以进一步补上增伤角色 反而是行秋夜蓝这种的就不再考虑了 因为重击触发不了 好吧总的来说呢 散兵的配对思路就是这样了 大家就翻一下自己的背包 看看自己都有哪些角色 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去配对就可以了 祝大家散兵玩的开心 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冰糖 一个专注平民100年的up主 如果对大家很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见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